1959您好 毕信城分机1333 很高学您服务您好 这是您口会办公室的电话 整天差不多两个停 台湾市民1999专线24小时待命 不过却有民众打进来什么都讲 像是心情不好 想聊天 不满时事 想抱怨 甚至连钥匙掉了都来求助 A小姐她的特征大概都是把当天的新闻 然后她就好像读稿一样 然后就念给我们同仁听 台湾市建科学统计2013年 1999十多通卫王 冠军市A小姐一年卡6,815通 电话费7万块 第2名D小姐6,181通 第10名我买酒5,182通 因为整五分正的通卫费有支付不大 只有这10人就开中金24万块 咖含的是其中8人 今年是收拾七色疯癫 A小姐也是冠军 一月到五月卡2,865通 今年第2名D小姐2,000控制通 我记得以前还有打电话进来的民众 来这边等我们的同仁下班 这是骚扰的行为 当然我们也提醒我们同仁 自己要注意 有些都脏话 或者是说就是比较不理性的民众 他每天都会接到这样的电话 但是这些电话真的都跟市政有关系 其实他们打电话内容是奇奇怪怪 什么吃酒醉的 完蛋的 还算普通 甚至被问过NBA的赛庭 人家人的名字要怎么下 明天才是不是落后 家庭派去 要怎么处理顶顶的问题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干嘛这样占用人家的资源 前方四团一九九九 当时有30人在三上学 不过那是有这么三的问题 如果刚才南洋的症犯 外部人员在三个困境来 结束对位 所以他们合约民众真正能输求 才来卡一只一九九九的电话 民視新闻 综合部都